这条被切成24片的鱼竟然还活着 他不仅要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被一片片吃掉 还有接受客人的调戏 将咽头塞进他的嘴里 知道鱼肉被全部吃完 这条鱼还在眨眼睛 对于顾客来说 这家店的剩新片无比美味 鱼肉绝对鲜美 但在鱼看来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隔着餐馆的玻璃 水箱里的鱼 每天都会目睹这残忍的一幕 长此以往 这些鱼脑比较发达的家伙 就学会了特殊的生存技能 每当有客人选鱼 他们就会翻身装死 因为死鱼不新鲜 即便老板主动降价售卖 大多数时候客人也不会买 等到客人离开 这家鱼又会变得精神抖擞 虽然看着小出名活了下来 但他们的生命安全 还是没有保障 直到这天 鱼群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这条鱼鱼名叫啪达 和养殖鱼不同 啪达是一条海水鱼 无比向往自由 刚一入水 就在水箱里横冲直撞 结果一头撞在玻璃上晕的过去 一直折腾到深夜 这时鱼箱里的鱼 突然整整齐齐排成一排 玻璃网被掀开 躲藏在下面的比目鱼缓缓现身 作为水箱里 活到最久的鱼 比目鱼自然是鱼区的老大 还在折腾的啪达 引起了老比目鱼的不满 比目鱼脸色有些难看 这么大的动静 很容易引起人类注意 老比目鱼决定杀鸡镜猴 给啪达点颜色看看 树娃老比目鱼一尾巴 把他扇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早上 哈塔才恢复一时 这时 一条鲤鱼被电阻扔进水箱 他满身灰燥双目无神 已经是冰死状态 哈塔还没反应过来 鲤鱼就被比目鱼拖下过滤网 在这出现时 鲤鱼的眼睛已经消失不见 比目鱼实言知啥不啥的道理 专吃营养最丰富的眼睛 其他鱼终于忍不住了 一会儿让大坏躲移 眼亮着同类相识的残忍画面 哈塔加定决心 瞄准水面一跃而起 乘风跳出水箱落到了地上 大海就在马路对面 在其他鱼震惊的目光中 哈塔拼命扭动身体 一点点朝大海靠近 哈大的事件逐渐模糊 不幸的是 哈塔被店主发现 没能乘风逃脱 更不幸的是 哈塔被顾客选中 即将要做成生鱼片 你绝对不敢相信 韩国人做生鱼片 到底有多残忍 一刀把鱼拍晕 在个亚鱼身上最好的肉 切开鱼塞 抛出内脏 直到只剩一具骨架 鱼头仍然眨着眼睛 然后看着自己 被人的一口口吃掉 在煎熬和恐惧中慢慢死去 哈塔突然惊醒 发现他只是一场噩梦 刚才他被顾客选中 眼看就要下锅 好在还信老板 在关键时刻改变主意 偷偷换了另一条 不太新鲜的艳鱼 虽然这次侥幸逃过一劫 但最终还是免不了 被当上参与的命运 这当他矫尽脑汁思考 不胜的办法时 一目鱼的猜谜时间到了 他每天都会提问 打对的鱼平安无事 打错的鱼 会遭到废人的虐待 尾巴变成其他鱼的食物 很快 比目鱼说出今天的问题 还想有几只脚 水箱里 只有怕它来自大海 见过真正的海星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还想有五只脚 其他的养殖鱼 只能随便猜一个数字 回答有五十只 比目鱼随即宣布 正确答案是五十只 此话一出 哈叉瞬间被所有鱼围住 压在最底下 被尸豹整整一碗 哈叉终于明白了 海星有几只脚跟美目重要 重要的是 比目鱼的威严和地位 比目鱼说是什么 答案就是什么 直到第二天早上 哈叉才逃离魔爪 几条鱼还想继续欺负他 一条小黄鱼站了出来 包括趴大 为了表示感谢 他打给小黄鱼 讲起了海里的景象 无边无际的大海 和各种新奇的食物 给小黄鱼的世界观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 过滤网下的老比目鱼 悄悄定的趴大 同样声称是来自海里 但比目鱼很少说起 海里的是 更多时候躲在过滤网下 夜晚才会出来 其实老比目鱼 只是一条养殖鱼 他所知道的大海的景象 都是他的比目鱼女友 告诉他的 可惜在逃跑的时候 他们不幸被抓住 比目鱼只能眼睁睁 看着女友遭受虐待 自那以后 活下来 成为比目鱼的唯一信念 哪怕一辈子躲在黑暗里 他也要狗血偷生 就是靠着这些 他才混成了鱼群的老大 而今 趴大一条新鱼 做出这么多出格的事 毫无疑问是在挑战 老比目鱼的权威 比目鱼本想故地重施 在给趴大一耳光 教训一下他 结果反被趴大 一拳打出了鼻血 比目鱼颜面尽湿 灰溜溜地躲进了过滤网 而趴大单上比目鱼 被拥物成为了新老大 但趴大并不想成为首领 他只想回到 兴兴念念的大海 这天 到了经历水乡的日子 换水的时候 原本被装进水盆 放在了路中间 这里距离大海更近了 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趴大毫不犹豫跳出了水盆 小黄鱼也跟着跳出来 两条鱼一前一后 潮着海里跳跃前进 可倒霉的是 小黄鱼被客人的高跟鞋 踩中了尾巴 此时趴大已经奔到了岸边 他陷入挣扎 前面是一望无际自由的大海 后面是无助的朋友 此刻的趴大 陷入了巨大的纠结之中 这两条鱼想越狱 它被从水盆里蹦出 眼看离大海越来越近 可偏偏小黄鱼的尾巴 被高跟鞋踩中 前方是渴望的自由 像是无助的朋友 趴大摇摇牙 则反了回去 第二次怨鱼以失败告终 但趴大依旧没有放弃 他暗暗发誓 下次一定会带着小黄鱼 一起逃离这里 天黑的时候 店主突然丢下一条冰死的笔木鱼 还是和从前一样 所有云一哄而上 风光啃食的同类 趴大终于忍无可忍 他一跃而起 融进旁边的帝王蟹缸里 请求他被帮助自己逃走 可惜趴大无法跟帝王蟹交流 趴大被扎得遍体鳞伤 就在这时 店主调皮的儿子 把趴大捞出来 换见了观赏鱼缸 对于这个外来者 外让鱼并不欢迎 直接把趴大撞醒 听到这些话 趴大不理解 大家都是一个鱼缸里的鱼 这些小丑鱼为何如此霸道 趴大被惹急了 只见一口一个 就在只剩下最后一条小丑鱼时 鱼缸里的玩具断裂 玩具手上的剑 插进趴大的脖子里 它渐渐昏死过去 见此情形 小黄鱼想要跳出来就趴大 结果落尽了 旁边的帝王卸水缸 等到店主发现 把小黄鱼捞回水缸时 它已经被扎得奄奄一息 鱼群没早已经恶红了眼 出上来就要把小黄鱼大口吃掉 不料这时 比目鱼突然一反常态 猛中过来把小黄鱼的尸体叼走 固在了身后 与此同时 怕它也被扔回了鱼杠 看着只剩一半的小黄鱼 它误以为是比目鱼咬伤的 立即扑向比目鱼 两条鱼在水缸展开追逐 比目鱼只是躲闪 丝毫没有反击 就在两鱼僵持之际 路过的客人发现了他们 看着两条鱼生龙火虎 头盘肯定不错 大家就点了一道比目鱼当夜宵 很快 躲藏了很久的比目鱼 还是被放到了案板上 看着同类们 被造成食物的惨状 比目鱼吓得满头大汗 恐惧和绝望 清晰了它的大脑 比目鱼甚至想 如果能重来一次 它一定会用尽全力逃跑 总管我被端上桌 看着自己被一片一片吃掉 然而 就在店主准备下刀时 就这样 一直努力淘宝的趴大 最终被切片装盘 做成剩余自身站上了餐桌 趴大睁大眼睛 直到被一点点吃掉 才慢慢死去 第二天 店主打开水箱盖 准备开门营业时 突然被过滤网里 钻出的比目鱼水在脸上 一屁股跌进了旁边的水盆 李目鱼跳出鱼缸 拼命朝海里爬去 他也想亲眼看待那片大海 是不是和帕大和女朋友 说的一样美好 然而路程过半 李目鱼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此时 耳边似乎想起了帕大的呼喊 靠着这股信念 李目鱼拼尽全力 只可惜 当他终于跳到岸边 还是被店主追上了 店主给了他一点几个脑瓜崩 将比目鱼弹晕 捡起来就想把他丢回鱼缸 而这时 李目鱼突然从嘴里 吐出了插在趴他身上的那根断剑 店主被吓了一跳 双手一划 李目鱼就这么被扔进了海里 这一刻 在伙伴们的注视下 李目鱼终于自由了 他在海里肆意穿梭 风暴享受着自由的快感 看完这部电影 我在想 我们和那鱼缸里的鱼 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绝对想不到 拥有九条命的猫咪 到底能有多嚣张 第一次 在豆牛场上撩妹 直接被撞死 第二次 因为吃奶鲜过敏 下来当场摔死 第四次 则是被杠铃砸死 可无论他怎样死去 第二天总能好把无伤地醒来 于是 杰克凭借这个特点 开始行侠仗义 福报安良 可就在这天 一个巨人袭击了村子 他抓走了村民 看到这一幕 杰克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面对被跑而来的巨人 杰克直接投入配件 扎进了巨人的指甲 树双的巨人 直接将他扔飞出去 但杰克丝毫不慌 因为他知道 自己根本不会死 喝完咖啡后 便开始反击 巨人的健壮 捡起大摆中 朝着杰克一通乱砸 杰克凭借灵魂的走位 轻松走过了攻击 随后顺着绳索 跳到了巨人的身上 就这样 杰克打败了巨人 再次成为了英雄 结果下一秒 当他再次醒来时 却被医生告知 他已经死了 听到这话 杰克非常不屑 杰克仔细数了数 加上今天刚好八次 这也就意味着 他只剩下了最后一条命 你得隐退 说完 医生还给他 推荐了一个庇物所 但傲娇的杰克 却不以为然 依旧来到酒吧 继续潇洒 而就在这时 就管他蜡烛突然熄灭 伴随着苦哨声 一只披着斗篷的狼 突然出现 紧接着 若狼拿出宣赏令 指着死亡二次 杰克以为 变手只是一个 不止死活的赏金猎人 便直接亮出了配件 话还没说完 配件就被击飞了 看到对手并不简单 杰克拔出配件 再次进攻 但他曾经隐隐无耀的攻击 却被对手轻松躲开 没过多久 杰克被按在桌子上摩擦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杰克只能被动挨打 当连刀划过脑门 限月流亚来的瞬间 杰克第一次感受到恐惧 身上的毛发 也开始炸裂 看着恶狼一步步逼近 脑海中不断闪出 前击式的记忆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输了 最终 他放下尊严 顺着下尾道逃走了 这时到如此 成案的对手后 杰克也对自己 失去了信心 他拿出医生给的地址 来到了那个庇护所 就这样 他将衣服和尊严 一起埋在了黄土下 最后以一只小猫的身份 来到了屋前 原来医生说的庇护所 居然是一家猫舍 就这样 杰克被好心的老奶奶 收养了 在这里 每天都要和老奶奶 一起洗澡 还要穿上袜子 这样的猫咪 你有没有见过 上厕所要用马桶 想起猫粮难吃 就直接动手煎鱼 但那却遭到了 主人的阻拦 因为在这里 不一定有饲养的猫咪存在 刚开始 杰克神明抗拒 但渐渐的 他也被驯服了 习惯了猫粮的味道 可在不久前 杰克还是一代猫侠 拥有几条命的他 从不畏惧死亡 而现在 因为意外 就只剩下一条命 如今也只好过上了 养老的生活 就在这天 宝舍里来了一只 假猫成猫的鸡娃娃 你会说话 我也会说话 好不容易 混到会说话的 鸡娃娃一直跟着杰克 想要与他交朋友 但杰克早已对生活 充满了失望 根本没有兴趣搭理他 但鸡娃娃并未放弃 现在在杰克上厕所时 也跟在他旁边 可觉得这时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可没想到 床间人的并不是恶狼 而是熊大一家 他们四处寻找杰克 结果在院子里 找到了杰克的坟墓 原来 他们是想雇佣杰克 就盗取一张地图 传说几百年前 一颗学院星 落在了地球上 只要找到他 就可以实验任何愿望 而通往学院星的道路 就记录在地图里 原来真的存在 听到这些话 杰克兴奋极了 因为只要找到学院星 就可以重新获得 失去的八条命 最后他吩咐鸡娃娃 挖开了坟墓 换上装备 重出江湖 而地图 正在胖无法师手里 他的爱好 就是收尽魔法道具 他一直想获得 真正的魔法 而在此时 杰克凭见灵魂的走位 来到盒子前 拿到地图后 还没来的杰克兴 就被身后的敌人抢走 原来是宝儿 杰克的前女友 而在此时 就那一家突然赶到 大战一触即发 固乱中 杰克把宝儿 在杰娃娃的帮助下 成功逃了出来 杰克接着生智 将次量的金币踢落 回上来的人群 挡住了追兵 而这个这时 熟悉的口哨声 再次响起 在人情中 那头恶狼 正在死死地盯着他 快走 走走走 随后 杰克跟着地图的指引 来到了黑暗森林 而另一边 胖魔法师为了夺回地图 另一半年代 装走了所有的魔法宝贝 接着他砸了南瓜 便是南瓜车 直接冲了出去 同样 兄弟一家人 也跟随着气味 一直追踪着杰克 此时的杰克等人 来到了徐月星的入口 他们开启了地图 觉得这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杰克把手放上去 前面变成了刀山火海 当宝儿将手放上去 前路又变成了 致命毒沼泽 原来 地图会跟进于内心的欲望 反映出不同的道路 而杰克这时 七八八触目到地图 没想到 唯一的森林 立刻变成了 五彩缤纷的事件 而这时 敌人也跟着上来 杰克等人 必须要快速前进 可还没走多久 还是被胖宝阿师 和熊大一家 追了上来 大战一触即发 看到地图掉落 杰克刚想去捡 可是下一秒 熟悉的口号声再次响起 回头一看 正是一直在追上他的恶狼 杰克被吓得赶紧逃走 混乱中 今晚女孩拿到了地图 地形瞬间发生了变化 将她们分散起来 被吓坏的杰克 躲在这一棵大树下 终究不能平静 就在这时 七八八找到了他 接着 他又收受了自己的心事 很多年前 他在婚礼上抛弃了宝儿 因此他十分自责 刚好被宝儿听到 宝儿也冲动上前 原谅了杰克 于是他们决定 一起夺回地图 很快 他们找到了熊大一家 刚想要偷走地图 却被熊大一家发现 还绑架了吉娃娃 可是就在这时 杰克按到了地图上 突然 巨大的水星柱 从地下钻出 将她困在的里面 没办法 他们只好并分两路 宝儿去救吉娃娃 杰克在想办法逃离这里 可是没想到 杰克在这里 竟然看到了 自己死去的八条命 他们各个狂妄自当 自私自利 仅仅是劝告杰克 让他霸占许愿心 这样就可以 重过九条命 做回猫大侠 而就在这时 追查杰克的恶狼 再次出现 他一边嘲笑杰克的懦弱 一边摧毁着他的前八四 原来恶狼就是死神 其实他早就看不惯 杰克仗着自己有九条命 浪费生命 虚度光阴 所以他现在 要抖走杰克的最后一条命 杰克也被吓得 四处逃窜 当他逃出水晶屋时 宝尔和杰娃娃也赶来了这里 可杰克因为恐惧 更明不敢停下 看到这一幕 宝尔以为杰克再次抛弃了他 杰克一路狂背 却误打误撞找到了许愿心 他跳到许愿心上 现在只要许愿望 就会结束这一切 而就在这时 宝尔突然出现打断了他 对于他的行为 宝尔非常失望 说完 宝尔便扔下了地图 而就在这时 胖木马尔士和熊大一家 也赶了过来 所有人都想得到许愿心 场面瞬间发生混乱 所有人都在拼命 抢夺地图 就在这时 许愿心突然飞起 巨大的犀利 就要将熊毛毛毛吸走 无计关头 熊霸熊霸赶紧上前救援 而此时的女孩 看着眼前的地图 也是十分纠结 但最终 他还在放弃了愿望 选择了家人 另一边 胖木马尔士刚拿到地图 就被宝尔一脚 踹进了空间带 这时 鸡花花抢到地图 送到了杰克面前 而就在这时 口哨声再次响起 什么声音 恶狼会捂着镰刀 再次出现 他是来找我的 紫色的火焰 将它们包围起来 很享受追杀你的过程 说完 恶狼丢出配件 捡起来 这一刻 杰克无数的回忆 在脑海中闪过 美好的回忆 也让他重拾了信心 这一次 他不再畏惧 于是丢掉地图 捡起了配件 接受了恶狼的决斗 决斗开始 双方部分伯仲 但重拾信心的杰克 显然更强一些 而恶狼也使出了绝招 他将镰刀合二为一 对着杰克疯狂进攻 危机关头 杰克掏出了 宝儿送他的礼物 挡住了致命一击 紧接着 杰克越战越勇 一鼓作气打败了恶狼 点起来 看着杰克坚定的眼神 恶狼却放弃了 因为杰克已经领悟到了 生命的真谛 所以 恶狼也就没有了 继续追杀他的权利 他收起镰刀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随后 杰克将地图交给了宝儿 二人就此兵士前行 本人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没想到 帕木阿世突然从空间带里 爬了出来 而且变得非常巨大 然后一把抢走了地图 随后 帕木阿世正要许愿 而他的愿望 居然是称霸世界 为了阻止他 杰克和宝儿使出了绝招 电影最后 大家摧毁了地图 然后撤离了这里 而帕木阿世因为体型庞大 陷入进了许愿星 成为了一场流星雨 撤离 旧 凌晨